我相信梁振英就會在公屋、居屋那邊做多些工夫 譬如將來有土地 因為現在土地供應是難找的 要考慮海豚、寄居蟹、保育 所以土地一定比70年代、80年代難拿 拿到僅有的土地,他一定會先考慮怎樣減少公屋輪候賊的人數 居屋可以多些供應 發展商就會壓在後面 接下來發展商就買不到麵粉建樓 買不到麵粉做麵包生意 麵包就供應少了,你的生意量會減少 但是麵包少了,同樣的樓價都會升 麵包少了,現在有兩種麵包 一種是資助性麵包 你們未吃麵包的人來這邊排隊 政府用資助房屋方法解決 另一邊是私人市場、投資市場 就好像新加坡那邊就任由你升到飛機 但是政府就保障一些沒有能力買私樓 或者租不起樓的人由得住 政府能夠做的這件事 如果政府要壓低整個地產市場 他是吃力不好的 還要做到這件事 感覺通常有生意 而且他們有得住 超級為手 你覺得這樣 你不小心